有美人推命好的保理町第3卡白瞬 占国来卡白瞬在致命值的85% 保理町论会为了行销提供基盘相关提案外档 除了邀请立改美人推公主带金纳等后头处 也邀请南岛管长可笑话丁贵边陪秀朋友 做个提案万卡白瞬的处备 保理町论会基盘卡白瞬临提案 邀请请来参加 介绍秀庆美人推的卡白瞬第3 推公时龙教育 南岛管长可笑话特别留餐八千株来提案 这里的叶子中间这个叶子缩下来 下面会有点白 哇这一只好漂亮 有没有跟县长一样漂亮 这个真的是美人的 今天特别结合了食农教育 来到我们这个角白瞬的园区里头 带着大人小孩一起来这里体验 透过这种传统的让所有的农民朋友能够理解 那大家现在对于生态的环境也相当的重视 特别呢角白瞬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 我们非常这个高营养还有纤维非常够的一个这种的食物 为了要提供行销卡白瞬临 主办团队邀请立刻的美人推公主回家 带小朋友提案 今天是我们2024焦点女神 我们田间体验 我们第一届的小白瞬公主 有的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所以带着小孩来我们田间体验 带着小朋友都一起来参加 对然后很兴奋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对然后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就觉得很开心 那这次呢我们浦里农会呢 除了透过今天的食农教育 跟大家一起来体验之外呢 特别呢也希望过去浦里镇农会呢 曾经就办理过美人腿的这个选拔大赛 那因为呢这个角白瞬呢 也有我们美人腿之称 那透过呢这个各种女性呢 我们这个青春活泼可爱的代言呢 那么能够让我们的在地的角白瞬呢 也提高它的知名度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角白瞬 日空日属走出焦点女神的活动 内容有美人腿公主宣伐 是结果卡白瞬评感 有受隆友表扬 到时欢迎民众来参加 既舍反忍昆差红报导